不要這樣啊 遠景來到民眾家中 處理夫妻吵架 遠景健壯安撫 接著大英雄 來 張揪衝 男子最後被撲倒 只能乖乖上鋼 事發在13日晚間 慶容暖暖一對夫妻發生吵架 鄰居聽到大喊救命 趕緊撥打110報警 警方到場 看到先生手持刀在揮舞 擔心發生意外 立即安撫 那所長健壯即持電擊槍 鶴令放下刀屑 放下後 所長趁機壓制 那成功制止男子自強 為於壓制的過程中 右膝蓋著地受傷 今將男子送至醫院 就醫傷勢無大礙 還好遠景即時飛撲 才沒有釀成擴大衝突 受傷的是警察局 地內派出所所長胡穎豪 右腿包了好大一包 年僅39歲 從僅7年 當下怕夫人有危險 才奮不顧身 但自己卻重摔落地 導致自己右側 兵骨骨折 更斷裂3塊 在經過緊急手術之後 恐怕要一段時間 才能重回崗位 記者 黃燒鳴金融報道 黃燒鳴金融報道 感谢观看